不渝的爱 弗农·李 写于1890年 弗农·李是英国女作家维尔莱特·佩吉特的笔名 他生于1856年 死于1935年 他也是研究意大利历史和艺术的学者 常年定居佛罗伦萨 马里奥·普拉茨在与蛇亲下的盟约 是1972年蒙达多利出版社出版的一书中 和场外的声音 由阿达尔菲出版社1890年出版 在这两本书中都对他进行了详述 在该故事中 一位波兰学者爱上了16世纪 意大利马尔凯地区的一个可怕的贵妇 小镇的日常生活 使人们萌生了对那个无情时代的追忆之情 参见斯汤达的意大利仪式 就这样 幻觉从那些古艺术品中陡然迸发 一个世纪以前 外国人仍把意大利看作是一个历史永驻的国家 一个被人风不动保护起来的地方 就好像罗伯特公爵骑马雕像里藏着的银制神像 第一步 意大利乌尔巴尼亚 1885年8月20日 我多年来一直想去意大利直面历史 但这是意大利吗 这是历史吗 我应该哭 是的 因为我第一次漫步 罗马时感到失望 那天 我受邀去德国大使馆吃饭 来自柏林和慕尼黑的几个汪大尔人和我一起过去 告诉我可以去哪里喝到最好喝的啤酒 吃到最好吃的泡菜 还告诉我格林和莫姆森的最新文章写的是什么 是不是很可笑 是不是很愚蠢 我不是北方文明养大的吗 我能来到意大利旅行 不是因为一家现代科学基金会的资助吗 而他们之所以资助我 不是因为我写了本气势汹汹的 可谓艺术批评的博文类书籍吗 不仅如此 我坐快车来意大利 不是为了几个月后再写一本这样的书吗 你能想象吗 你 悲伤的斯皮里迪恩 波兰义普鲁士学究 哲学博士 教授 曾因一篇问15世纪的暴君的论文获奖 黑色的教授大衣口袋里 装着大使的信函和书稿 却不能感受到过去的气息 千真万确 我的老天哪 我还是忘记当下吧 至少时不时忘掉 比如今天下午我就坐到了 当时牛车拉着我慢慢走过漫长的山道 看不见的河流在远远的下方发出冗长单调的流水声 光秃秃的灰色与红色山峰 耸密在沃尔巴尼亚城四周 西吉洛 彭纳 福松布罗内 梅尔卡泰诺 蒙特莫尔洛 车夫指着这些村庄 对我说出他们的名字时 我回忆起历史上发生在这些地方的战争 和重大叛乱事件 西洋落到群山后面 山巅之城的尖塔 与圆顶后面只剩下一抹不祥的烟红色 村庄被淡蓝色的木崖笼罩 教堂的钟声飘过悬崖 从沃尔巴尼亚传来 我不禁在每一个路口都以为会遇到一对骑兵 他们戴着鸟绘状头盔 穿着爪心鞋 夕阳下 他们的铠甲闪闪发亮 三角旗迎风摇到 然而 大约两个小时之前 我在黄昏中走进城里 走过荒芜的街道 只有圣坛或水果铺前 发出裹挟着烟尘的灯光 铁匠通通红的炉火 也驱赶走些许黑暗 我又从城堕和角楼下走过 啊 这才是意大利 这才是历史 8月21日 我一回到当下 有四封介绍信要紧 强忍着与副市长 市政官 以及档案管管长 礼貌地交谈一小时 管长是个好人 我的朋友马克思 此前竭力推荐我住在他家 8月22日至27日 白天大多待在档案管 但我大部分时间是与馆长闲聊 今天 他一刻不停地 讲了教皇密阿斯 谢尔维厄斯45分钟 为了弥补这种训难式的痛苦 塞马被强行 赶去拉马车是什么感觉 如果你能想象出这种感觉 也就能想象波兰人 变成普鲁士教授的感觉了 我逃到城里 长时间漫步 城里的黑色房子 都挤在山顶上 长长的窄像 从房子中间蜿蜒而下 就像我们同年是玩的华厅 一座宏伟的红砖建筑 坐落在这些房子中间 那是奥托波尔诺公爵的宫殿 宫殿附带塔楼与城堡 俯瞰漩涡般的大海和忧郁的灰色群山 窗里的人是什么样子 男人肤色深暗 留着浓密的胡须 骑骡子 穿绿衬里的豆篷 好像土匪 英俊而强壮的小伙子 低着头到处闲逛 好像西尼奥雷利壁画里 色彩斑驳的亡命图 大多数小男孩 像拉斐尔的小天使一样漂亮 眼睛和小公牛的眼睛一样 女人身材臃肿 可以想见 大多叫玛利亚或圣伊丽莎白 穿着木底鞋 头上顶着黄铜水红 在陡峭而阴暗的小巷里 自如上下 我很少与这些人交谈 我怕自己的幻想会破灭 在弗兰西斯科 顶乔吉欧漂亮的小门狼正对面 有一幅巨大的宣传画 宣传画里 一位天使降临 为埃利亚斯豪加冕 因为他发明了缝纫金 副市长手下的职员 也在我吃饭的那家饭店吃饭 大谈政治 要人 铁甲剑 与托尼斯 还唱了安格夫人的女儿里的一段 这部剧最近可能正在本地上演 不 和本地人谈话明显是个危险 但我的好房东 诺塔罗 玻利先生可能是个例外 玻利先生和档案馆馆长一样博学 但吸鼻烟比馆长少多了 我忘记了记录很多事情 其实 我觉得自己必须记录 因为我模糊地觉得 当我回到可赠的罪恶之都国里 这些只言片语会像枯萎的橄榄枝 或我桌上三根灯心的托斯卡纳油灯 使我回忆起自己在意大利的快乐日子 我忘记了写下 我的房东是个古董商 我的房间俯瞰主街 一根顶上雕刻着商业之神墨丘里的小柱子 立在市场的遮阳棚与门廊之间 我俯身在种满罗勒 丁香 十竹与金掌花的花盆和缺口大水壶之上 可以看见角楼的一角 以及角楼后面模糊的深蓝色矮山 我住的房子是做起伏的黑色奇怪建筑 后墙下面就是沟壑 房间里的墙被刷成白色挂着 拉菲尔 弗朗西斯卡和佩鲁吉诺的画作 一有陌生人造访 我的房东就会把画作拿到主客房去 主客房里摆着古老的雕花椅子 神圣罗马帝国的沙发 以及带浮雕的镀金昏厨 衣柜里摆着古老的锦端片与带刺绣的祭坛布 这些布料散发出古老的焚香味与霉味 整栋房子由波利先生的三个未婚姐妹看管 索拉 塞拉菲娜 索拉 洛德维卡和索拉 阿德尔基卡 考虑到她们做女红养黑猫 她们可谓现实中的纺织维护 与切断生命之线的三女神 本地人管我的房东叫阿斯卓巴尔先生 他也是个公正人 对教皇政府感到失望 他的一个给红衣主教当侍从的表哥 相信一种忽术 在圣诞夜以及住如此类的夜晚 你在双人桌上点燃四根 用死人脂肪做成了蜡烛 执行一套他自己都说不清楚的仪式 就可以把托波修士圣帕斯夸里被龙召来 你如果能扇他左右两个耳光 念万夫玛利亚三遍 就可以让他在经过烟熏的盘底下 写下彩票的中奖号码 难点在于如何弄到死人脂肪做的蜡烛 以及必须在圣人消失前闪他耳光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巫术很难实行 阿斯卓巴尔先生说 政府早就禁止彩票了 哎 9月9日 乌尔巴尼亚的历史中有浪漫事件 但这浪漫事件被无趣的学究忽略了 总是这样 我来到这个地方之前 就被这里一个奇特的女人吸引了 这个女人出现在 乌尔特里奥和桑克迪斯 神父关于子弟历史的枯燥文章里 她叫美迪亚 加比国王加莱阿佐四世 玛拉泰斯塔的女儿 最初是斯蒂米利亚诺公爵 皮耶路易吉阿尔西宁的妻子 后来又成为乌尔巴尼亚公爵 古德阿芳索二世的妻子 这个女人的事迹和性格 让我想起也多次结婚的 比安卡卡佩罗和卢克雷奇亚 布尔吉亚 她生于1556年 12岁时就与 里米尼家族的 马尔泰斯塔订婚 这个家族迅速衰落 于是婚约取消 一年后 她又与皮克家族的 一元订婚 并在14岁时 在代理人操办下 与之成婚 但她自己 和她野心勃勃的父亲 对这场婚姻都不满意 代理人操办婚礼 这一点成为法院 宣布婚姻无效的理由 判决鼓舞了 斯蒂米利亚诺公爵 他是阿尔西宁家族 在沃尔巴尼亚的 杰出封城 但是 新郎 乔万 弗朗西斯科 皮克不服判决 上诉到教皇面前 她还想强行掳走 她疯狂爱着的新娘 因为据一本无名誓 所著史书记载 这位女士 可爱 活泼 且平易近人 在她前往父亲翟莉的路上 皮克 伏击了她的轿子 把她带到 米兰多拉附近的城堡 但并未做出越轨行为 她坚持认为 美迪亚是她的妻子 但 美迪亚刺死皮克 用床单 做了根绳子 从城堡里 掏出来 相貌英俊的皮克 死时 18岁 皮克家族被安抚好 教皇 宣布这桩婚姻无效 随后 美迪亚 与斯蒂米利亚诺公爵 举行了庄严的婚礼 住到 他离罗马 不远的封地 两年后 皮耶路易吉 奥尔西尼 被他自己的一个马夫 刺死在离奥维多不远的 斯蒂米利亚诺城堡 死者的余霜 有幕后指使的 重大嫌疑 因为 他在刺杀事件 发生后不久 命令 两个仆人 在他自己的房间里 杀了马夫 但 马夫早已和别人说过 女主人承诺爱他 引诱他 杀了男主人 事情 闹得沸沸扬扬 美迪亚逃到 沃尔巴尼亚 跪在公爵 吉德 阿芳索 儿室面前 承认 是他指使马夫 杀了丈夫 因为丈夫 重伤 他的名誉 寡夫 斯蒂米利亚诺公爵夫人 才十九岁 他的美丽 彻底征服了 沃尔巴尼亚公爵 他盲目地认为 美迪亚是无辜的 拒绝将其交给 他丈夫的亲属 而是 安排他住到 宫殿侧翼 华丽的房间里 其中一个房间里的 壁炉 非常有名 装饰着一尊 带蓝色底座的 丘比特 大理石雕像 基德 阿芳索 疯狂地爱上了 他美丽的客人 他从前 怯懦温和 现在 却公然 怠慢妻子 卡梅利诺的 马德莱纳 瓦拉诺 他们虽然没有孩子 但从前一直 相近如兵 他们 无视顾问 以及 教皇的警告 便本加厉 把各种 莫许有的罪名 强加到妻子头上 以此 疏远他 马德莱纳公爵夫人 无法忍受 这样的待遇 逃到 位于 佩扎罗的 一座修道院 与那些 苦修女人 待在一起 日渐憔悴 与此同时 美迪亚 在沃尔巴尼亚 取代了 他的位置 基德 阿方索公爵 因此成为 势力庞大的 阿尔西尼家族的敌人 因为 他们仍在指控 美迪亚 是杀人凶手 他也成了 妻子家族的敌人 1576年 沃尔巴尼亚公爵 不快乐的妻子 神秘暴毙 公爵 在成为官夫 两天后 便公开 迎娶美迪亚 他们二人 没有孩子 基德 阿方索公爵 被 美迪亚 迷昏了头 同意 把公爵之位 传给上市 小男孩的 巴尔托罗梅奥 基 美迪亚 与 斯蒂 米尼亚诺的儿子 他们费尽千辛万苦 才得到 教皇的同意 但 阿尔西尼家族里的人 不承认 这是 他们两人的孩子 说 这是美迪亚 与皮科 那场代理婚姻的场务 美迪亚声称 他当初 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 杀死了皮科 把公爵之位 传给一个陌生人 一个私生子 明显侵犯了 吉德 阿方索的弟弟 红衣主教 罗伯特的权力 1579年5月 吉德 阿方索公爵 美迪亚 想尽一切办法 不让旁人 接近公爵的房间 或者至少是 公爵的那张床 公爵夫人 立刻宣布 儿子 巴尔托罗梅奥 阿尔西尼 成为 沃尔巴尼亚公爵 而他自己 是摄政者 再两三个 野心勃勃的年轻人 特别是 据说是 他的情人的 奥利维罗托 达 纳尼的帮助下 美迪亚 以非常手段 掌控了政府 随后 他派兵 在西吉洛 打败 阿尔西尼 和 瓦拉诺家族的军队 清除 任何胆敢怀疑 继承 合法性的人 与此同时 罗伯特主教 抛弃教职 和誓言 流亡罗马 托斯卡纳 和威尼斯 甚至拜见了 奥地利 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 和西班牙国王 哀求他们 帮助他 击败 创魅者 几个月后 他就扭转了形势 教皇 郑重宣布 巴尔托罗梅奥 阿尔西尼的 继位无效 罗伯特二世 才是 乌尔巴尼亚公爵 与蒙特莫尔洛伯爵 托斯卡纳大公爵 和威尼斯人 承诺 在罗伯特 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后 帮助罗伯特 一个个城镇 均慢慢 归损罗伯特 美迪亚发现 自己 待在山上的 沃尔巴尼亚城堡里 就像 被火焰 团团围住的蝎子 这句话 不是我说的 而是 罗伯特二世的使官 拉法埃洛 华尔特里奥说的 但 美迪亚不是鞋子 他拒绝投降 他非常了不起 没有钱 也没有盟友 竟然 能拒绝于 海湾那么久 华尔特里奥 把这归因于 美迪亚对男人的致命诱惑 正是这种诱惑 让皮科和 斯蒂米尼亚诺 丧了命 让吉德 阿方索 从一个诚实的人 变成了恶棍 让他的那些情人 即使被辜负 被取代 也愿意为他去死 华尔特里奥声称 美迪亚就和地狱一样可怕 最后 前红衣主教 罗伯特赢了 他在1579年11月 攻下沃尔巴尼亚 一般认为 他当上公爵后 施行的政策 是节制仁慈的 除了奥利维罗托 没有人被判处死刑 新公爵在宫殿前下车时 他冲向前 意图行刺 他被砍了头 临死前还大喊道 奥尔西尼 奥尔西尼 美迪亚 美迪亚 巴尔托罗梅奥公爵万岁 小巴尔托罗梅奥 被送到 罗马的奥尔西尼家族 公爵夫人 被幽禁在宫殿侧屿 以理相待 据说 美迪亚曾傲慢地 要求见新公爵 但他摇头拒绝 还以教室的口气 念了尤里西斯 与海妖的诗句 他拒绝见 美迪亚的态度如此坚决 有一天 美迪亚偷偷来到 他的房间 而他 立即 离开房间 几个月后 意图刺杀 罗伯特公爵的阴谋 被挫败 美迪亚明显是主脑 但 那个罗马青年 弗兰吉帕尼 经过严刑拷打 仍拒绝承认 美迪亚是同龙 罗伯特公爵不愿使用暴力 只是 把美迪亚 从他的 圣阿尔默宅地 送到城里的 克拉利斯 你修道院 美迪亚受到严密 保护 与监视 似乎不可能 再作乱 因为任何人都 见不到他 他也无法 见到任何人 但他 还是设法 寄了一封信 和一幅画像 给 奥德拉菲 奥德拉菲 是高贵的 罗马吉诺尔家族的 一员 刚刚 与沃尔巴尼亚的 绝色美女订婚 他立即 结出婚约 不久之后 在复活节的典礼上 他试图 用手枪 射杀 罗伯特公爵 罗伯特公爵 这次 决定获取 美迪亚参与 刺杀阴谋的证据 奥德拉菲 被禁食几天 随后 被施以 最残忍的酷刑 最后 被判处死刑 他被告知 他如果 承认公爵夫人 是同谋 便可诉死 不用被 火钱剥皮 或 五马分尸 刑场 设在 圣罗马诺门外面 就在修道院旁边 修道院的 忏悔者 和僧侣 强迫美迪亚 承认自己的罪行 拯救那个 正在残教的 可怜人 美迪亚 请求站到阳台上 在阳台上 他可以看见 奥德拉菲 奥德拉菲 也可以看见他 他先是冷冷的 看着那个 浑身是伤的 可怜虫 然后 把自己的 绣花手帕 扔给他 他请求行行人 把手帕 拿给他擦擦嘴 他吻了吻手帕 高呼 美迪亚是无骨的 经受了数小时的折磨后 他死了 罗伯特伯爵的耐心耗尽 他明白 美迪亚只要还活着 他的生命就有危险 但他又不愿生出什么丑闻 这部分 是他教室的天性使然 于是 他把美迪亚囚禁 在修道院里 更重要的是 他坚持要求 有 女人 两个 他已经赦免的杀鹰犯 看管他 他是个人籍的贵族 唐 阿尔肯杰罗扎平 在1725年出版的 《关于罗伯特公爵的传记》中写道 只因为一次残忍的行为 深感自责 越来越讨厌自己 最后违背他对教皇的誓言 辞去圣旨 据说 他判处 臭名昭著的美迪亚死刑后 异常害怕 美迪亚非同寻常的魅力 会引诱任何男人 于是 不得安排女性行刑 还拒绝给他安排教室 或修道士 导致他未被赎罪 就死了 尽管他的心坚硬如铁 也许并没有一丝悔过之意 这就是斯蒂米尼亚诺 阿尔西尼公爵夫人 后又成为沃尔巴尼亚的 吉德阿芳索二世公爵妻子的 美迪亚 达 卡比的故事 他在297年前的1582年12月被处死 死时年级27岁 从皮科到奥德拉菲 他在短暂的一生中 使五个爱他的人死于非命 9月20日 这里正在举行盛大的彩灯节 为了纪念15年前 罗马成为意大利首都 只有我的房东 阿斯卓巴尔先生 非常看不起这些皮安蒙特人 称居住此地的皮安蒙特人 为意大利杂种 沃尔巴尼亚在1645年 归顺教廷后 历代教皇都看不起这里的人 9月28日 我花了些时间寻找 美迪亚的画像 我想大部分画像 可能都被罗伯特二世公爵毁了 因为他十分害怕 美迪亚的美 在他死后仍然会对他不灵 但 我还是找到三四幅 档案馆里有一幅微型画像 据说就是美迪亚送给可怜的奥德拉菲 并让他抛弃了未婚妻的那幅 宫殿的储藏室里 有一尊大理士半身像 还有一幅巨画 可能是巴罗乔的作品 表现的是跪在奥古斯都脚下的 克罗巴特拉 这幅画里的奥古斯都 是美化后的罗伯特二世 圆圆的脑袋 短短的头发 鼻子有点丑 胡须 修整整齐 脸上有伤疤 这些都是罗伯特二世的特征 只不过 画像里的人穿的是罗马式衣服 克罗巴特拉 克罗巴特拉虽然穿着东方式裙子 戴着假发 但我认为他就是美迪亚 他跪在地上 一只乳房裸露 好让胜利者可以鞭打 他其实是想俘获他的心 所以胜利者 转过头去 深感厌恶 除了那幅画像和那尊半身像 你很容易想象出 那个可怕的女人有多美 美迪亚在文艺复兴晚期 备受尊崇 法国雕塑家 让古荣和法国人 让他变得不朽 他的脸是完美的鹅蛋脸 前额有些过于饱满 头发是明朗的赤褐色 微卷就像羊毛 鼻子尖了些 颧骨低了些 灰色的大眼睛让人难忘 两道完美 眼角处的眼皮 有些过于紧绷 嘴唇红艳艳 唇形精致 但似乎有些太紧绷 仿佛他想努力遮住牙齿 紧绷的眼皮和嘴唇 透露出一种优雅 但也透露出一种 神秘而危险的魅惑 这种眼睛和嘴巴 似乎只想索取 不会给予 嘴巴就像孩子似的 掘起来 会像心血鬼那样食咬或吸水 皮肤白得耀眼 但又透出点红 就像透明的玫瑰或板盒 精心编辑的头发 紧贴脑袋上 装饰着珍珠 那颗脑袋就像古代仙女 阿瑞涂萨的脑袋 脖子 奇长 优雅 好似 天鹅的脖子 真是奇怪 初看去 他并不出众 有一种人工的美 性感 但冷漠 但你注视他越久 便越会觉得心潮荡漾 难以自吃 这位女士的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面 金面上点缀着一些小小的菱形金块 菱形金块上刻着花朵或双关语 这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法国设计 不渝的爱 爱 不渝 同样的话 也刻在那尊半身像上 多亏这句话 我才能确定 那就是美迪亚的雕像 我看着这些可悲的画像 或雕像 经常想知道 这张脸说起话来 或微笑时 是什么样子 让那些男人甘愿赴死时 是什么样子 不渝的爱 爱 不渝 正如他项链上的话所言 爱 将永存 残忍的爱 是的 的确如此 你想到 他那些情人的命运 与忠贞 必定 会想到这句话 10月13日 我最近 真的没有时间 在日记本上 写一个字 我上午去大案馆 下午 趁着美好的秋天 长时间的散步 山顶最高处 已经有积雪 我晚上 写些关于 沃尔巴尼亚宫殿的 讨厌的文章 这是政府要求我做的工作 这是 毫无意义的工作 我有声 引来第一次 文思枯竭 顺便说一句 我今天 得到一份匿名手稿 这份手稿写的是 罗伯特公爵的生平 我必须 把手稿提到的 一则趣事 记下来 据我得到的 这份匿名手稿称 乔凡伯罗尼亚的学生 安东尼奥 塔西 为他做了一尊 驰骋马上的雕像 雕像 立在科尔特广场上 大雕像做好后 他用秘密命人 做了个很像他 也很像天使的 银制小雕像 占星加行了仪式后 小雕像 或者说神像 被放进了 塔西创作的 大雕像的胸膛里 据那份手稿说 这是为了 他的灵魂能够得到安心 直到最后审判日的到来 这段文字很奇怪 让我迷惑不解 罗伯特公爵是天主教徒 应该相信 灵魂一旦与身体分离 先会前往殿狱 也许文艺复兴时期 有种异教徒式的迷信 认为可以将灵魂 与某种保护神相连 通过一些神秘仪式 手稿中提到了占星加 可以把保护神留在人间 于是灵魂便可 一直沉睡在身体中 等待最后的审判日吗 我承认 这个故事让我困惑 我不知道 塔西的青铜雕像里 是否藏过小雕像 如今是否还在里面 10月20日 我最近见了副市长的儿子多次 他是个友善的年轻人 有张似乎正处于苦恋之中的脸 对沃尔巴尼亚的历史和古迹 一无所知 也毫无兴趣 在其父升官上任子弟之前 这个年轻人 一直住在西耶娜和卢卡 他穿着又长又紧的裤子 几乎无法换膝盖 戴单片眼镜 总喜欢把衣领立起来 上一胸前那一袋里 塞着一幅高羊皮手套 鼓鼓囊囊 他说起沃尔巴尼亚 就像诗人奥维德 说起本都王国 他抱怨本地年轻人野蛮 和我在同一家饭店吃饭的 那些官员 像疯子一样 有唱有叫 驾驶两轮马车的那些贵族 就像舞会上的女人那样 展露脖子 这个年轻人经常 对我讲他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情人 因为我没有讲些 一样的事情回应他 他明显觉得我很古怪 我们走在街上时 他会把美或丑的女仆 和裁缝指给我看 他看见前面有长得 还过得去的年轻女人 总是会深深地叹息 或用假声唱歌 他终于带我去 他的梦中情人家 那是一个长着黑色胡须的伯爵夫人 声音像鱼饭 他说 我在那里可以遇见 全乌尔巴尼亚最优秀的人 和一些漂亮女人 啊 真漂亮啊 我的老天 伯爵夫人家 有三个简单装饰过的房间 房间里有光秃秃的地板和油灯 明亮的玉藻栏 或藤黄色的墙纸上 挂着几发拙劣的画 每天晚上 都有女士与先生 围坐成一圈 大声讲述 对方已经知道的 一年前的新闻 我冷得牙齿打扎 那些穿着 亮黄色和艳绿色衣服的 年轻女子 却扇扇子 与那些发型疏得 像刺猬的小职员 躲在扇子后面 说甜蜜的悄悄话 我的朋友希望我能爱上 这样的女人 我徒劳地等待茶或晚餐 终于决定 抛下沃尔巴尼亚少流社会 奔回家 我的朋友不相信 但我真的没有情人 我刚到意大利时 寻找过浪漫 我就像戈德在罗马时那样 叹息着寻找打开的窗户 和美人 也许是因为戈德是德国人 习惯德国女人 而我毕竟是波兰人 更喜欢另一种情调 总之 我尽了权力 但并没有在罗马 佛罗伦萨和西耶娜 发现能让我为之疯狂的女人 不管是讲别较法语的上流女士 还是像放寨人一样 狡猾又冷漠的 底层女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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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